在道光帝的23位后飞中 一般一上的飞瓶 有被降级处分的经历 道光帝为什么会如此绝情呢 敬请关注 新十二帝后宫一案之 道光帝飞瓶屡遭降级之谜 这是一幅叫做道光帝喜意秋顶图的画卷 描绘的是秋智里 道光皇帝写后妃子女 在庭院中赏花细细的场景 定格出一幅和谐美好的家庭生活照 然而道光帝真实的后宫 却并非像画中展现的那样温婉祥和 有学者评论说 作为清朝入关后的第六位皇帝 道光帝在位三十年 正赶上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 国事纷繁内忧外怀 面对纷扰南平的局面 脾气暴躁的道光帝 在政治方面显得平淡无奇 但在自己的后妃面前 他却表现得魄力十足 道光帝共有23位后妃 一半以上有被降级处分的经历 这样大规模的降级 在清史中却无先例 那么道光帝为什么会对自己的妃嫔们如此无情呢 请东陵文物管理处研究室主任李银 为您讲述清代十二位帝王的后宫生活 揭秘那些鲜为人知的后宫遗案 系列节目 新十二帝后宫遗案第八集 道光帝妃嫔屡遭降级之谜 大家好 今天我讲道光皇帝的后宫 道光皇帝名爱新觉罗民宁 他39岁继承地位 在位30年69岁去世 道光皇帝是乾隆和嘉庆两位帝王选中的优秀接班人 人家两个皇帝都选中了 爷爷和父皇都看中了 他在位30年 按说30年的国运应该大有作为 可是道光皇帝 他却把清朝真正的带入了道贤衰世 我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大的作为 道光皇帝他到底长的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看实录怎么记载的 说他生有圣德 神智内卒 天表挺齐 臣衣邪度 齐身隆准 玉礼诸恒 按照实录描述 道光皇帝 长得真是一表人才 修长的身材 五官端正 高鼻帘 然后呢 说他皮肤特别好 细腻如美玉一般 大家一定很关切了 说这样一个玉树临风的帝王 他的感情生活会是怎样的呢 他的后宫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 我们查阅了道光皇帝的后宫史料 发现 道光帝有23位后妃 这23位后妃里面呢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其中 就是其中有13位妃 被无情的 残酷的 给予降级和降出 这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啊 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 那么这13位 妃 占道光帝后妃总数的57% 超过一半了 所以有专家断定啊 这个道光皇帝 一定是一个 薄情寡恩的 无情的这样一个皇帝 有着这样的一个性格特征 于是我们查阅了 他的相关的后宫史料 发现 还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事例 下面我讲第一例 就是孝泉皇后报王事件 这个孝泉皇后啊 是道光帝的第三位皇后 姓纽葫路氏 她比道光帝小26岁 小的很多 那么这个纽葫路氏啊 她最明显的一个特点 就是非常的聪明 她跟随她的父亲 生长在南方 一个非常美丽的 具有人文气息的城市 那就是苏州 江南啊 文人的气息感染了她 非常聪慧 我们看资料怎么记载她 说她 幼时随幻至苏州 明慧绝食 称访世俗所谓七桥板 着木片若干方 排成六合同春四字 以为宫中新年玩具 你看 人家还有发明意识 很聪慧 这个年龄比道光帝又小很多 小26岁 又很聪明 又很贤淑 所以啊 她在道光帝后宫之中 极占优势 收获很大呀 第一 她的封号 稳步的直线上升 她15岁封贫 16岁封飞 18岁尽贵妃 26岁封为皇贵妃 27岁尽为中宫皇后 真的是很得处 那么第二 很不错的生育 说后妃 在后宫之中 能够生儿育女 那是最得意不过的事情 那你无路实啊 就给道光皇帝 生育了三个子女 道光五年二月 生三公主 刚生下三公主 这一年的夏天呢 她又怀孕了 所以第二年 生下四公主 那么更为重要的是 到道光十一年 她生下了皇四子 一柱 就是后来的咸丰帝呀 这个时候她母乙子贵 人一柱 在道光皇帝的皇子之中啊 实际上是属于 皇长子的地位 前面都死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 这个中宫皇后 很是得意 第三啊 她有一个很棒的机遇 难得的机遇 我们说这个在皇帝后宫之中 只要是中宫皇后活着 那么她的后妃 封到贵妃 一般到头了 不可能封皇贵妃呀 因为这个皇贵妃 相当于父皇后 对皇后啊 会造成心理压力 所以啊 皇帝一般不封皇贵妃 空缺 那么得封到贵妃 就是不得了了 所以这个纽不禄是 自己也没想到自己将来会有一天 能够成为皇贵妃 能够成为皇后啊 但是机遇呀 向她招手了 道光十三年 道光皇帝的中宫皇后 童家事病逝了 她死了 纽不禄事就顶上来了 真的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被封为皇贵妃 那么第二年呢 如期尽封为中宫皇后 所以这个时候的纽不禄事 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 那就是顺风顺水 可是啊 乐极生悲 天有不测风云呢 道光二十年 正月十一日 大家呀 还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之中 都过春节了 还没到十五吗 可是啊 中宫皇后啊 柳葫芦氏 报亡于宫中 年仅三十三岁 她突然就去世了 大家宫里宫外 都觉得很奇怪呀 年仅三十三岁的孝权皇后 在风华正茂春风得意之时 却突然身亡 这让朝野上下十分震惊 也引来当时乃至后世人们的种种猜测 有人说 皇后是因为与皇太后之间婆媳不和 而被毒害而死 还有人说 皇后是犯下大错 被道光帝处死 那么对于孝权皇后 柳葫芦氏的真正死因 李寅老师会有怎样的看法呢 那么经过查阅史料 我们得出结论 发现 柳葫芦氏犯了两宗重罪 才遭此横祸 第一 干预朝政 勾结外臣 他勾结谁了 勾结宗室席恩 我们看 席恩自赵光初被恩卷 即孝权皇后被选入宫 家户寒素 赖其资助 遂易用事 就是孝权皇后的这个家道啊 得到了 席恩的照顾 花了人钱 得了人银子 你收人钱财 就得给人消灾呀 那你收人礼了 那这个时候 就得给人办事啊 所以孝权皇后 干预朝政 与西恩内外勾结 有人说是因为这件事啊 遭到道光帝的惩处 那么第二件事呢 就是毒害一心 这个一心呢 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 他的生母呢 是晋贵妃 伯尔基吉特氏 这个一心很优秀啊 文武全才 又机灵 长下端庄 道光皇帝很喜欢这个老六 机灵的很聪明 那么孝权心里面就不舒服了 这中宫皇后啊 他很棒 将来会不会顶了我的儿子立为太子 心里面起了歌合 所以呀 有的资料记载 那么孝权 也就是这个皇后啊 牛不路是啊 就想方设法 想要清除 除掉一心 据说 他在这个 十五中 下毒 想毒死一心 所以清空词中这样说 如意多因 少小连 一杯震毒 照当言 讲的就是这件事啊 他就想要 在这个 十五中 下毒 然后毒死一心 当然了 这件事没有能够得宠 反而败露了天机 那还能活吗 所以呀 有人说这个 孝权皇后 犯有这两宗重罪 被给除掉了 那么关于孝权皇后之死 有人说呀 是太后处死的 这里面还有一故事 道光十五年 这个皇太后啊 六十大寿 这个宫里宫外 这个庆祝啊 张罗就很热闹啊 所以道光皇帝呀 就写了十首祝贺的诗 也送来了 皇太后很高兴 这皇帝写了诗 好挂上 这一会儿皇后也来了 看到皇帝的诗 因为她很聪明嘛 人家这个皇后 孝权皇后 在苏州长大 有文人气息呀 哎 就写了十首诗 贺 这皇帝写了诗 贺诗 交给这个太后了 太后一看 就不高兴了 把皇帝叫上来了 当然皇后不在场 就说女子 无才便是德 说这个皇后 仗着自己的小聪明 就写诗 显摆自己 这恐怕不是她的福气 就跟这个道光皇帝 召唬过这件事 道光皇帝呀 一笑置之 就走了 但这件事啊 传到这个皇后 扭不露事的耳朵里面了 这中宫皇后 她不服气呀 其实我写诗怎么了 我有财还有错吗 哎 与皇太后 形成心理对质 心理上谁不服谁 那么加之 她犯有上述的这个罪状 这皇太后啊 就赐给了皇后 一瓶毒酒 把她毒死了 就这样一种说法 但是我们看 这样一种说法里面 有明显的纰漏 这个皇太后啊 并非道光皇帝的亲生母亲 我们说不是她亲生母亲 那么在道光朝 在这个朝廷里面 在后宫里面 她还得看人家皇帝脸色形式呢 这儿子又不是亲儿子 那么你试事 你得请示皇帝 像处死皇后这么大事情 那是一定要请示的 所以说皇太后 对于道光皇帝 他们两个之间来讲 皇太后要想处死 这个中公皇后 那不得征求皇帝意见呢 如果道光皇帝 很宠爱这个中公皇后的话 我想这个皇太后 一定不敢擅自处死她 那还得了吗 我想啊 那么这个中公皇后之死 和太后应该没有关系 应该是道光皇帝 无情处死了她 因为道光皇帝呀 她有这样的前科 她曾经无情的冷酷的 处死过自己的妃嫔 那么资料中这样记载 道光中某夜 宣宗在前清宫 圣路 立声呵斥 立招值班侍卫 王某入宫门 授以宝刀 另一宫间 待至某宫地级使 于床上取一宫卷首赴命 不知其为何事也 他说什么事没说 但是呢 把这个妃嫔给杀了 资料中这样记打呀 如果校权皇后 真的犯有上述两宗重罪的话 那么道光皇帝把他杀了 那也不新鲜呢 那么第二 在校权皇后病逝之后吧 道光皇帝有一个非同寻常的表演 那么除了到他的这个子宫前 到棺材前去举哀电酒 这是寻常的事情啊 半个月天天去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呀 他亲自给这个皇后上嗜号 盖官定论 拿了好多资料 把康熙字典也拿来了 翻 找字 说这个事不用你亲自动手啊 应该由礼部派礼臣 按照规矩来办 这是有张撒的 哪有皇帝自己去做的呀 没有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 道光皇帝此举 一定 另有原因 一定有他深测的原因 那么道光皇帝选来选去呀 选中校权这两个字 他说这两个字啊 给皇后用是太合适不过了 也没解释原因 反正就特别合适 所以有专家推测 道光皇帝一定心存愧疚 才这样做的 所以我说呀 校权皇后之死 与皇太后 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应该是 道光皇帝 无情寡恩所知 如果说道光帝之所以狠心的处死 自己的皇后 是因为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重罪 是不得已而为之 还算情有可原 那么道光帝对于自己亲生而死的残酷与冷漠 就让人着实无法理解 甚至有耶使记载说 道光帝的这位皇子 是被他一脚踢死的 那么这位皇子究竟是谁 道光帝为什么会对自己的骨肉如此冷酷呢 咱们讲第二个例子 就是皇长子义伟之死 这个义伟呀 是道光皇帝的长子 那么道光帝呀 应该非常感谢这个皇子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这个义伟呀 道光可能就没有机会 继承地位 因为呀 家庆皇帝 立敏宁 也就道光为皇太子以后啊 有些后悔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孩子啊 他不生育 那敏宁啊 十五岁结婚 到二十七岁了 还没有能够生出一儿半女来 说你那么多老婆你都不能生 十几年 都快进儿力之年 都没有生一个孩子 所以家庆皇帝呀 就有些悔疑 说我是不是立错太子了 那么我立他为太子 将来我大清会不会断了皇室啊 那还得了吗 那我就对不起列祖列宗了 所以这个家庆皇帝呀 有了一次悔疑 如果再这样下去 就可能废掉他 可是到第二年 也就是他二十八岁的时候啊 传来了喜讯 有一个宫女 给道光皇帝怀了一个孩子 生下来了 这个孩子啊 就是大哥义伟 所以义伟出生之后啊 家庆皇帝大喜过望 非常高兴 于是下的御址宣布 朕养蒙 浩天虎佑 列圣慈恩 于本日得皇长孙 云生赵庆 一夜延离 明岁 正值镇五旬万寿 家旷瓶生 寻为吉祥喜事 太高兴了 颁布天下 普天同庆 那么家庆皇帝啊 还大肆赏赐了 亦伟母子 亦伟的生母 她不是一个宫女吗 那好 封她为闽宁厕福建 给人转正 进入正式的 妃嫔的行列 第二 对亦伟 大家赏赐 在家庆二十四年 家庆皇帝下旨 赏给这个年仅 十一岁的皇子 为多罗贝勒 这是一个封号啊 那么这样的一个年龄 被赏为贝勒 就是清朝自入关一来 到此为止 最年轻的贝勒了 可见啊 家庆皇帝心里还高兴啊 第三 家庆皇帝 每当出群 都把这个孙子 带在身边 比如家庆二十五年 家庆皇帝 到避暑山庄巡寿 就把这孙子带着 高兴得很呢 那么此次之行 家庆皇帝 并逝于避暑山庄 那个义伟啊 是亲眼目睹的 那我们看啊 这个家庆皇帝 多喜欢这个义伟啊 特别特别钟爱 特别喜欢 可是很奇怪 义伟的父亲 道光帝并不喜欢 不仅不喜欢 是非常不喜欢他 那表现在 第一 不尊祖制 册封 义伟为皇太子 我们说这个 大清是有祖制的 有加法的 皇帝一登级 义秦政 就要秘密立处 封皇太子 那么道光帝 继位之后 他不封太子啊 一直也不封 一直到义伟去世 道光十一年 他都没有封太子 所以义伟啊 心里能高兴吗 因为在道光十一年之前 道光帝的后宫之中 仅有这位皇子 就说这个义伟呀 做了十九年的独子 就说十九年 是道光皇帝的独生子 道光帝不立处啊 义伟心惊不爽 那么第二呢 不给他进封爵位 说你不立处 你给我封个爵 也可以封个王 那么是郡王呢 都不封 盖不封证 不仅不封证 还把他封号给拉下来了 我们知道这个嘉庆二十四年 这个嘉庆皇帝 封这个义伟为贝勒 那是爷爷给的呀 但是道光皇帝呀 给他拉下来了 按普通皇子对待 这真是太新鲜的事情了 为什么呢 爷爷喜欢 你父亲不喜欢 我想啊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义伟呀 出身低贱 这个道光帝太为薄情 对这个低贱出生的皇子啊 很不重视 就是因为他的母亲呢 是一个宫女 出身为贱 就这样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 那义伟心里面得多憨心呢 多不高兴啊 所以呀 这个情绪不好 身体当然也就不好了 长期的抑郁 使得义伟呀 疾病缠身 到了道光十年的时候 他已经病入膏肓了 病得很严重 那么这样一个身体 道光皇帝呀 全然不顾 把他一个人扔在圆明园 他就带着后妃呀 回到紫禁城 这个义伟呀 孤苦伶仃的 在圆明园苦熬岁月 但是道光皇帝你不在乎 王公百官会在乎这件事啊 这个王公大臣们心说 这事如果义伟病逝了 那皇上可就没有皇子了 那将来的大清皇寺可怎么办呢 于是大家很着急 纷纷踏入圆明园 向皇帝请示 到圆明园干什么呢 看望病中的异尾 都去看的 这里面呢 就有一个老亲王 永玄 这个永玄呢 他还是嘉庆皇帝的哥哥呢 那么当年嘉庆皇帝在世的时候啊 就曾经下旨 非常照顾永玄 就说冬天的时候 没什么大事 您就别到朝上来了 到时候来又下跪又行礼的 那很麻烦不说 就是我也不好意思啊 也不落忍的呀 就是嘉庆皇帝 对永玄特殊的观照 表达自己的一份敬意啊 因为是嘉庆的弟的哥哥嘛 皇兄嘛 那么永玄呢 听说啊 异尾病得不轻 很严重 病入膏肓 也来看望了 来到了圆明园 那么刚到宫门那儿 这个卫兵给拦住了 说王爷您来了 对呀 干嘛来了 我来看望大哥一伟呀 他不是病了吗 说您有圣旨吗 要什么圣旨啊 我来看望病人就走 就进去了 这卫兵一看 进去就进去吧 反正有他的儿子棉智 给搀扶着 85岁高龄 来看一伟 进来了 直奔一伟的寝宫 哎呦 看到这个义伟呀 瘦成那样了 瘦骨临须 病入膏肓的样子 真让他心疼 这永玄呢 老泪纵横 就抱住义伟 也俩是抱头痛哭 很感人的场面 就这么一件事 有人呢 报告给了道光皇帝 这个道光皇帝 接到这个报告之后啊 居然是勃然大怒 你说这个事 为什么不跟我请示啊 我妈怎么说的 说这个永玄 率行进门 不停阻止 叔叔不合 想戏 年老神茂 顾习未圈 说你老糊涂了吗 你进宫门 你为什么不跟我请示啊 你不奉圣旨 就敢进宫门 真是大胆 下旨身赤 我们说这个 啊 永玄呢 那是道光皇帝的啊 叔伯伯 比他父皇还大呢 是不是 八十五岁高龄 看你儿子去 镇压了 身赤 而且啊 对永玄的儿子 棉制 给以重处 把他 最关键的职位 给削掉了 比如 郑白旗 汉军都统 宗人府 幼宗正 都是很重要的职位啊 给削掉了 这永玄 父子心说 我们真是冤枉啊 我到那去 看你儿子去 你这样对待我们 心中极为不满 道光皇帝 真是无情到了极点 那么意味 并没有很严重 到第二年 也就道光十一年 就抑郁而终 答案正要记载 道光十一年 新卯四月十二日 魏克 读 年二十四 二十四岁 就英年早逝了 去世了 那么就在 义伟 去世之后 道光帝呀 表现得更为冷酷无情 第一 降低丧葬规格 我们一般说呀 说人死为大 人都去世了 干嘛不善待人家呀 但是我们看 道光帝怎么做的 追封多罗贝勒 所有英星典礼 着照皇子力办理 这样的一个 寓纸啊 自相矛盾 说你封为贝勒 也应该呀 人家家庭二十四年 爷爷就给了 你封 也是应该的 没领情 但是呢 道光皇帝呀 既封贝勒 却按皇子力 给他办理丧事 按普通皇子力 这不矛盾吗 又矛盾 又无情 第二 给这个 义伟呀 上了一个 莫名其妙的 诗号 叫做 隐智 隐智啊 是银耳不露的意思 那么这两个字 来源于 垂氏春秋 垂氏春秋中说 父母之于子也 子之于父母也 一体而两分 同气而一息 隐智相及 痛疾相救 忧思相感 这里面提到 隐智 道光皇帝说了 说我们也俩之间 有一个永远也不能 公开的秘密 是什么秘密呀 我看就是 薄情寡恩 道光帝的薄情寡恩 在后妃的身上 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道光帝是一位 寻规蹈矩 不好声色的帝王 但由于他在位 很长一段时间内 子嗣不多 所以广纳后宫 也是当务之奇 道光帝后宫登记在册的 后妃 共有23位 数量之多 在清代帝王中 十分少见 然而 同样是后宫 妃嫔成群 但与康熙帝那些 快乐长寿的 妃嫔们相比 道光帝 妻妻们的处境 却是另外一番光景 那么我们顺着 道光皇帝 这样一个 薄情寡恩的线索 来看他的后宫 到底是怎样 一个状态 那么道光皇帝 在后宫里面 有23位后妃 其中 有13位 被道光皇帝 无体降级和降出 那么他的比例 占到后妃总数的 57% 这大家人人自危 你这今天 就是我的明天 哪有安全感呢 所以 这些妃嫔 惶惶不可终日 那么之前 我们也看到过皇帝 因为对后妃不满 有过降出的 比如说顺之皇帝 对他的中宫皇后不满意 给废为静妃 改居侧宫 不过那都是一些 个特殊的现象 仅此一例 那么乾隆皇帝 对他的乌拉那拉 皇后不满 把他打入冷宫 这不就 一个皇帝 有一个两个 可是赵光皇帝的后宫之中 比一半还多 23位就有13位被降级 这真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的事情 那么这些个被降级的 这些妃嫔们 到底是什么样一种状况呢 第一 迅速上升 直线下降 这个代表人物啊 是童贵妃 这童贵妃比道光帝啊 小35岁 他15岁进宫 进宫之后啊 这童贵妃经历了三大刺激 第一次 封号上的刺激 在五年之内 仅仅五年之内 他的封号就由贵人 升为贫 升为妃 升为贵妃 仅仅五年 年仅二十岁 就把封号封到头了 这多刺激啊 很刺激 那么第二个刺激呢 是生育的刺激 仅仅在五年之内啊 连童贵妃 就生育了三个公主 连续的生育 道光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四年 连续生育了三位公主 足见得宠啊 道光皇帝多喜欢她呀 那么第三大刺激 灾难突然降临 就在她生育了十公主之后 不到半年的时间呢 道光皇帝突然给她一处分 灾难突然降临 我们看 请知将贵人 由贵妃 一个堂堂的主子 一将到底 将为贵人 刚入宫时的封号 这是为什么呀 谁给你解释啊 那么第二 反复升将 代表人物吧 是成贵妃 那么成贵妃呢 比道光帝小三十一岁 也是十五岁进宫 年龄小的很多呀 那么一个进宫 封贵人 然后呢 降为常赞 你看她降下来了 一进宫到挺高 马上就降下来了 然后又升为贵人 然后升为贫 这不错呀 可是灾难突然降临 我们看 后腹降为贵人 由贫 降为贵人 而且呀 就不再生了 一直到在这个 到王帝去世 就是贵人 不给他回复 这样一种 像坐过山车似的感觉 反复升降 这人能受得了吗 但是啊 人成贵妃啊 这人心可真大 人家历经五朝都没事 家庆 赵光 贤丰 同志 光绪 历经五朝 以七十六岁高龄 谢氏 那心得多大呀 第三 随生儿育女 仍高降出 代表人物是降飞 这个降飞呀 入宫之后 经历了两大跨越 他完成了两个跨越 第一个跨越是 在十六岁之前 完成了封号的跨越 年仅十六岁 一个小姑娘 就有贵人 身为贫 身为妃 多顺当啊 身为妃就是号称小主了 在宫里面 一个十六岁小孩 称为小主 呼噜唤辈 不简单的一个跨越 那么第二个跨越呢 是在二十三岁之前 完成了生儿育女的任务 人降飞呀 在后宫之中 在她几年的时间里面呢 生育了三个孩子 两位公主 一位二哥 这个时候这降飞 心里面得多满意呀 我是功臣 我既有公主 又有皇子 谁敢惹我呀 心里面 沾沾自喜 但是啊 灾难不幸降临 道光可不管这一套 我们看 请之降贵人 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把它降为贵人 一降到底 没有说明原因 说一般来讲 人家生儿育女 尤其是生育了皇子 即使犯错 你也得原谅人家 得哄着呀 这比你小那么多 一小孩呢 得降为贵人 十分的无情 所以这就是道光皇帝 他这后宫之中 大体上这么三种状况 使他的十三位妃嫔 或被降级 或被降出 所以我们总结 道光皇帝的后宫啊 被降级的这些妃嫔 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 被降级 不分等级 你不管是贵人 还是嫔 还是妃 还是贵妃 都会突然被降级 说都混到贵妃了 还没有保证呢 那贵妃 已经是妃嫔封号的顶点了 可是都没有保证 随时可能被降级 第二 灾难突然降临 说这个被降级的这些妃嫔 有的时候 莫名其妙 自己就不明白 为什么会突然被降级 不管你是生育的 没生育的 是生育公主的 还是儿女双全的 突然遭到不幸 急于降级 第三 被降级的妃嫔 一般没有翻身的机会 这些被降级的妃嫔呢 都是一降到底 永不回复 所以他们的封号啊 都是后来啊 他们道光皇帝的儿孙们 继承皇位之后 给进封的 那道光皇帝留给他们的封号 都是最低下的贵人 或者答应 所以我们看 这个无情寡恩的道光皇帝 他的后妃 他的妃嫔 即使小心翼翼的处事 也难免被降级和降红 这就是道光皇帝的后宫 那么道光皇帝去世 他的儿子一柱 继承了皇位 一柱啊 是一位软弱的帝王 那么他的后宫 又会是怎样一种状态呢 下来 有没有人家吗 这也是一位软弱的帝王